以你在金融圈子這麼久 從中國崩崩潰論 張家敦 張家敦最近當拜登講話 上個禮拜拜登講中國快崩潰了 他活來活過來 對對對對對 他就覺得只有講到中國崩潰 你覺得拜拜登突然有點 有點有點煙火氣 平常時候呢 他他都會經常有那種停 停格的動作 可是講到中國的時候就有煙火氣 好的 上個星期的中國崩潰論 以及之後緊跟的 Steven Roach 那這個人呢 這個呢 畢竟在在金融圈子裡面 對啦 他他是個大咖啟的人物 對香港的完蛋的說法 其實你對於對香港是很很熟悉的 你怎麼看就說呢 香港 香港 現在到底是個怎麼樣情況 我覺得看經濟問題或正式問題啊 一定要用很務實的角度 很科學的角度去看問題 那你要講說啊香港會崩潰 你不要先講說會不會崩潰 你現在講說你認為會崩潰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原因如果能不能講的是驗證 不要講的那個什麼推背圖啊 我沒辦法驗證的東西 沒辦法處理啊 或者說你不會崩潰 那你也要找出說為什麼不會崩潰 或者你甚至還考慮到 到底我講的崩潰定義是什麼 那你不能說經濟成長率前年是8% 今年是5% 所以就崩潰吧 我是覺得 一定要把經濟學當科學來看待 然後科學用科學的論證跟邏輯來看待 那我看了Roach他的演講啊 他講三個理由香港經濟會崩潰 第一個理由是香港缺乏政治的自主性 然後第二個理由是什麼 第二個理由說中美的地緣政治 會弱化香港 然後第三個理由說 這個香港的經濟基礎正在被削弱 好我們就一個個來看這三個問題 你說香港的政治自主性 沒有的話香港就會崩潰 那請問一下 以前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時候 香港有政治自主性 哇完全連選舉都沒有 不是連批評誰 批評總督都犯罪 當然是啊 那現在你還罵李家超 誰你罵 所以政治的自主性 是意思是什麼 Roach沒有講清楚 那我就想對比 大家都知道很清楚了 這個是最莫名其妙 我最討厭的就是許多的許多的就是說 不明就裡或會或者刻意呢 在在在呢避重就輕的人 把九七之前的香港形容的多麼的自由 啊鬼蛇 多麼的民主 好像在當時的香港人是享受了地球的 他這個自由感在經經濟金融上面來講 是沒有問題對啦 可是把他形容的他們擁有了絕對的政治自由思想的這鬼蛇什麼東西啊 對啊對啊 你能你能挑戰英國女王嗎 當然不可能啊 當然不不可能 英國的殖民利益呢是鞏固的這麼死 對啊對香港就是香港的英國的署名但不是英國人 嗯啊你沒有英國公民的任何權利沒有 嗯對那你有錢的話就可以享受到香港警察的保護 不過其實有錢很多的影隔心的話 在香港的黑社會底淫威底下你還有自由嗎 嗯 可是共共產黨在一九九七年以後不曉得怎麼搞的 嗯香港的黑社會就從影劇圈裡面絕跡 沒有錯沒有沒有沒有錯啊 我覺得我覺得香港的朋友有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蔡蔡這吳一當提到這件事情 過去大圈仔 對或者是呢香港的這黑社會的勢力 你看到香港那種的警匪片的那些的黑幫黑道 那還那在二十年前三還真不是假的 對啊 就是香港的演藝圈子裡面男男女女基本上面呢 都受到某種的黑暗力量的控控制 那個呢並不是香港的總督在這管的事 嗯香港總督間接管 對但是呢之後呢你發現當解放軍駐港了之後 他最大的改變不是中國力量進來了 不是香港的變得更中國了 而是你應該注意到的是 香港的社會治安跟秩序的穩定性出出來了 你在香港生活之後你不用擔心一些呢 體制外的黑暗的力量 會對你予取予求 對這個是很大的改變啊 但是香港人好像都不談這事啊 啊對對 他們大家沒有黑道來管 好像不習慣 就忘了啦 對啊 好那自主性的問題 他是不是因為說二零一九年香港顏色革命沒有成功 所以沒有自主性 嗯 就是說我在香港我不能高調來反共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 不過香港現在還是有法輪功啊 嗯 所以 看你怎麼去解讀這個事 所以我是覺得洛西這個講法沒有科學的依據 他的個人感受了 對 第二個他說地緣政治啊會正在把香港這個弱化 當然講的是中美鬥爭嘛 中美鬥爭的確會使得很多美國企業逐漸的不想把這個營業的據點放在香港 這是一個事實 嗯 慢慢逃到新加坡去 慢慢逃到新加坡 也有很多的亞洲的企業不太願意去 嗯 不太願意去 但是他們不願意去有沒有很多新的企業從外地來加進來 因為香港就是中國對外的窗口 沒錯啊 以前是英國對亞中國的窗口 現在中國對外的窗口 我來舉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這個在當時的俄羅斯被美國歐洲制裁的時候 很多的東南亞的資金 嗯 跟很多的中東的資金 還有很多東其他國家的非美英美系的資金 蜂擁跑到什麼 香港去 嗯 也就是包括當時大家認為 美國很多音量會倒 嗯 所以很多國外的資金不不好意思把錢放在美國 都跑到 雖然都是美元 可是跑到香港的銀行去 嗯 所以香港的銀行存款喔 我有一幾個朋友說 收到手軟 嗯 打量 哎 哎 相同總裁 我這邊有一筆錢喔 想要弄到你那個戶頭去啊 嗯 你這個收一下吧 批准一下吧 啊 為什麼 我才發現說 原來社會資本主義的資金是要接受社會主義銀行的保護 嗯 我第一次看我都笑翻了 為什麼 那幾個都在香港工商一樣做事 香港中國銀行做事 他說 我錢收到收到以後不曉得怎麼辦呢 嗯 爛頭春太太多 零利率他們也要進來啊 哎 我說 他說 哦 你這種人喔 這個 這個耍成這樣子還在那邊假客氣 哈哈 對 因為香港的銀行當然如果你 他是有收保管費的 他唯一能夠賺到就保管費 可是坦白講那不多啦 對 就就不多啊 就不多 行政層門更高 那香港整體來講 上市公司的加速是增加沒有減少 香港的上市公司總市值是比1997年增加很多 也沒有減少 那地緣政治一定會讓香港的色彩改變 就是美系的色彩會因美系會降低 嗯 可是提高的是其他國家色彩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是結構的改變啊 而且是政治影響經濟的改變 那我倒不認為會因此使得香港的金融的力量衰落 嗯 那我倒不認為 那唯一對他香港會覺得說中國大陸的金融管制 比較嚴格一點 嗯 那某種程度也比較無厘頭 也比較無厘頭 沒有像以前 這個美系的銀行那麼自由 這一點是事實 那這一點是李家超自己想辦法 這個別人幫不了他的 第三個原因 他說香港的經濟基礎 正在被削弱 那經濟基礎我們很容易切割開的 第一個香港的進出口 嗯 香港的進出口的確有結構性的改變 這改變目前看起來是對香港是不利的 嗯 因為香港最大的這個出口是什麼 是觀光客 觀光客來代表我們出口 對 要這個經濟學觀念要注意到 觀光客比較大陸觀光到台灣來 是代表台灣出口很多service給大陸去 嗯 因為他花錢是他們buyer是大陸人嘛 嗯 那香港的 出口的服務業哦 是衰退的 嗯 那為什麼衰退 因為大陸客不來 嗯 大陸客為什麼不來 因為顏色2019顏色革命 再加上之前 香港人對大陸的不友好的態度 對啦 嗯 那光這樣子擋住了一批大陸的觀光客 到香港來 還有第二個就香港本地人 注意到很多在香港工作的 這個金融界 或者貿易界的其他各國的人 消費也不在香港消費 嗯 都跑到隔壁的深圳去消費 沒錯 這個叫做 深圳的替代效果 那以前呢那個什麼 大灣區建設沒那麼方便的時候 從香港到深圳要花很久時間 現在不用啊 這個 給我看看時間五點鐘 哎蕭龍啊 我們六點到深圳去吃一頓好不好 沒錯 嗯 蕭龍說 好啊 等我打包一些的我馬上來接你 嗯 就上去混啦 對就好像去逛逛夜市一樣 因為便宜 對 嗯 而且 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 智安又好 哎 智安 的確比香港好 就是 共產黨管這種東西實在也就是汗了一點 嗯 那對外地人 外地人才不管你什麼管老百 你到香港的深圳的老百姓 我去很安全最重要嘛 嗯 而且消費東西就物美價連香港是樣樣多貴 嗯 然後 再加上哦 香港的最重要的服務 這個 這個產業之一 就地產業 嗯 狀況不好 地產業狀況不好 第一個是受到中國大陸地產業的影響 嗯 然後第二個呢 是香港本地的地產業以後要漲的機率不太高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以前香港哦 這個我會說一句話哦 叫做財團以香港政府是沆瀉一氣 嗯 什麼叫沆瀉一氣 他始終放了大片土地不開發 嗯 香港永遠沒照 差不多一百年來沒有搞個性復都心 像台灣有沒有 嗯 我板橋太極了 我台北太極了 我搞個新莊復都心 嗯 我搞個什麼新店復都心 嗯 北京一樣啊 我太極了搞個雄安新區啊 那大陸一樣啊 任那個都市太極了就搞個什麼新社區出來啊 嗯 什麼什麼賓江開發區啊 從天津搞到什麼什麼賓海特區啊 有沒有 就把商業的疏散出去 那這樣子 增加土地產的攻擊 那房地產的價格就會平穩下來嘛 嗯 但香港不是 你看啊 那個 你從機場到司機有沒有一大片的空地 嗯 嗯 其實在董建華時代哈 大家就有想過這個問題 香港太擁擠了 我可不可以搞個新都心 嗯 然後把人口給移過去 嗯 就類似雄安新區的概念 結果有很多的 環保團體在反對 這是綠地啊 嗯 這是我們香港人的呼吸啊 我們的肺啊 就那些 那些團體啊 都是財團支持出來反對 嗯 因為財團在反對他沒有正當理由啊 找環保團體出來亂講一通 哎 大家都覺得好像有道理啊 我們有山有水啊 不要隨便蓋房子啊 那大家每個人擠在很小的房子裡面很開心啊 嗯 一方面包圍房子太小 一方面怎麼樣 反對擴張新市區 嗯 誰幹的 英國政府跟香港財團共同幹的 因為早期在香港本島的土地都是控制在英國財團手上 嗯 那加上一些 像李嘉誠這樣的財團都專門幹這種事情了 然後 這個有好幾任 好幾任的香港的特首哦 都要努力做這一塊都用不通 北京都始終搞不懂這什麼難的 嗯 對不起 立法會上的人 這個特區裡面的行政幹部很多他們的人 環保團體是他們的人 嗯 你怎麼動得了 那再加上香港有很多的這個包租公包租婆 嗯 害怕房租下跌 哎跟這些財團湊在一起 哎 用各種名義去反對 嗯 所以香港永遠沒有新開發計畫 到了林鄭月娥準備在 那個靠近這個深圳那地方 要搞一個新的 新的區新區出來的 對不起 就給你搞個顏色革命給你看 嗯 美國人要搞我贊助 嗯 就搞起來了 嗯 所以現在換上一個警察出身的李家超 他第一個使命就是要把香港新區搞出來 嗯 好像可是還是碰到一些困難 嗯 然後我知道 這個北京比誰都急 你看著哎 老百姓 住房越貴越小嘛 可是因為香港新區消息已經出來了 所以香港房地產只會往下滑 不會往上 香港房地產的平均價格 幾乎是東京的多少 1.5倍 你告訴我什麼道理 嗯 你很簡單 供給量太太少 哎 東京偶爾會到外面去悄悄打倒 我們要扣一點 嗯 然後扣一點就把監系統拉出去 嗯 香港沒有啊 就是個使得性啊 嗯 所以香港老百姓傻傻的說 哎呀 這是因為1997以後我住了 這是什麼才貴啊 什麼東西也搞啊 經濟不繁榮 你房子怎麼會貴呢 嗯 然後房子會跌的話就表示說 哎 攻擊量準備增加了 嗯 這個 所以香港經濟基礎就服務業本身是被削弱的 嗯 那這跟香港自己的態度在自己檢討 嗯 有沒有香港人敲落打鼓歡迎大陸觀光客來啊 沒有啊 嗯 所以廣東到整個名品店以前 大陸人都排隊啊 嗯 現在大陸人買名品都排到哪裡 排到歐洲去排隊 排到日本去排隊 嗯 到香港就少了 對 那 那這個打鼓是你香港自己把它排斥出去 那你現在未來要怎麼去挽回 你要想辦法 再來 金融服務業啊 金融服務業是一個比較 被扭的地方 就是說 香港的股市真的不好 嗯 一連串跌下來 對 那跌下來啊 我就要痛罵這個以前的大陸的國務院 嗯 你莫名其妙就就搞著房地產幹什麼 嗯 對 這個收到大陸政策影響太大了 沒錯 因為當時這個買香港房地產的商業地產 很多是大陸的機構 嗯 然後在2020年喔 是一個一個一個界限 2020年香港的股票還看得到前景 嗯 2020年的股票一卸 就跟大陸股市一樣 嗯 為什麼 關鍵就是因為大陸出現了房地產問題 嗯 然後大陸很多房地產公司都在香港股市上市上櫃 而且交易量 整個大陸的企業的交易量 在香港的股市裡面快要三分之一以上 嗯 那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結構 大陸的這房地產問題就會把香港拖累下去 嗯 那大陸為什麼出現這個問題啊 我也不可以講 這根本大陸政策錯誤 這個 當時習近平主席講那個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對 國務院李克強就搞了一個三條紅線 嗯 我當時一看三條紅線 欸你有點莫名其妙啊 嗯 2020年3月份 習近平正在忙什麼 新冠疫情 當然 嗯 欸一個念過經濟學的人 你只要看到新冠疫情就知道經濟要縮縮 嗯 那你還採取這種高度縮縮政策 嗯 你把房地產給捏死嘛 嗯 好 第二個 房地產的制度跟銀行之間的關係 大陸是非常不正常的 嗯 所以你這種三條紅線下來啊 你也死了結果會死的更慘 嗯 為什麼不正常啊 香港的 這個房地產也好 世界台灣的房地產也好 我借錢給開發商都叫做Project Finance 意思就是說 我這一筆錢借給你蓋房子 你就乖乖給我蓋這棟房子 嗯 可是香港大陸上的銀行貸款啊 借給這個什麼 借給房地產啊 像消費貸款 沒錯 消費貸款專案貸款什麼不一樣 消費貸款就說 哎呀你今天要借給五千萬哦 消費貸款 你愛買什麼 我就不管你 那個叫消費貸款 你要買車子也好 你要買 你要買手機啊 隨便我不管啦 嗯 可是專案貸款就說 我借給你 你只能做做用途 沒錯 就大陸上的房地產的融資方式 我借給你蓋這個房子 但是我不管你 你把錢拿去買第二塊土地 去擴張 那第二塊土地買到了 你在拿這個錢在跟銀行借錢 沒有錯 銀行借錢就再把這個 就一直擴張出去 所以等於你一筆貸款 一直買地買地 結果等到回來 要蓋這個房子 景氣一收收 我沒錢蓋了 變爛尾樓 房地產貸款 全世界都是專案貸款 大陸把它搞成消費型貸款 那可能大陸領導的搞不清楚 消費貸款 跟那個專案貸款有什麼不同 所以就出現空前未有的房地產危機 但是房地產危機不會傷到筋骨 為什麼 第一個 他規模沒有像2008年 美國金融海嘯的房地產問題那麼嚴重 第二個 他的整個規模比大陸的儲蓄力還要低 所以大陸有辦法應付的來 那現在處理了 一開始有點眉目了嘛 可是大陸現在忘了一件事情 這些房地產公司 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 你要 你現在不能內部優先 就是說欠款的時候 內部銀行先收 那外部先賴賬 這會使得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的信率 收到很大的傷害 比如舉個例子 為什麼大陸以前很多人喜歡到香港買名牌 因為他知道在廣東買名牌 可能買到A貨 在香港買名牌 不會買到A貨 還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講說 我在香港買一牌一款什麼 什麼手錶 臺灣有沒有啊 為什麼 你香港買 或者大陸買 買到 他說可能買到A貨 在臺灣買 只要蓋上金生儀 沒錯 就不是假的 是 所以 逼著我特別 幫他刷卡買的 送送過去給他來給我錢 對 就是一個商業社會本身的商業信用 對 其實非常 那如果你想 如果給國際的訊息說 我中國的企業 不管房地產 其他企業 在香港賣的 美元債券是可能賴皮的 嗯 不是越貨市場嗎 嗯 會削弱香港的信誉 所以 而且這個 比如說 我說碧桂也好了 他香港有發行美元債券了 結果呢 他現在欠錢 就大陸銀行先說 他有收入 大陸銀行先把錢拿走 那就讓在香港的債券賴賬 嗯 我說這個絕對不可以啦 我跟大陸官員一直講 絕對不可以 你要讓香港成為一個國際信用中心 嗯 你知道我香港買的東西沒有越貨 沒有倒賬的債券 嗯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信義啊 那這一點平常就講大陸官員沒有想那麼多了 我已經一再呼籲 你寧可大陸的銀行 受點損失 嗯 你也要撐住 有錢 你欠款付不出來 你可以晚點付 嗯 我舉個例子 那個 那個什麼清華紫光有沒有 被他們搞砸了啊 對 香港的銀行債券 他發行債券 也準備賴賬啊 他說 以前北京同方不賴過賬 北京大學同方不賴賬嗎 那我清華大學紫光為什麼不賴賬 我說絕對不行 我要跑去跟清華大學講 清華大學講 你跟母校 不現在已經不歸我管 所以叫清華紫光已經不歸我管了 已經變成央器了 所以我跟他們講說 你要知道 你是央器 嗯 是 是所謂stay credit stay credit什麼意思啊 看我政府的面子 嗯 你才 你才借錢給我的 所以才會買我的債券 如果我今天放任紫光的債券倒的話 第一個 以後誰趕到香港去買央器的債券 嗯 第二個 你中國的國際信用會不會被偷垮 嗯 然後第三個 你不是叫香港金融市場變成一灘死水嗎 嗯 你賴一次 賴一次債結果 你會會會影響 影響聲援啊 嗯 你以後你管資金 你敢在香港買這種債券嗎 嗯 或甚至香港你就不碰了嘛 對不對 嗯 然後我被我念一念 他後來聽懂了 就要求說 那好 清華紫光啊 這個 呃 寧可啊 大陸的貸款晚一點還 然後香港的這個先複息 你本金拖一點我說對 你沒有錢或者你財務困難 你可以本金拖贏到很晚 好 但是照常付的利息去維持你的信用 嗯 就告訴全世界 而且我可不是瑞士信貸 嗯 瑞士政府最爛的就是 兩件事情幹爛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沒收俄羅斯的財產 嗯 第二幹爛的時候 瑞士信貸倒閉的時候 竟然告訴人家說 對不起啊 我的股東先拿兩成 其他人 其他的外面的債務我不付 從來他好像已經不介意 只看他眼前幾毛錢 完全不介意 我瑞士這張招牌啊 就現在要去瑞士發現債券 幾乎咔嚓 少一半 對啦 就是最近這幾年 我們看到的資本市場當中呢 一個普遍的現象最荒謬的 就是許多的 許多的小小小的一些的 一些的金融危機啊 或者風暴的時候 你都你都會發現 政府的第一個態度 是保護自己的債權 對呀 就當你政府 去保護自己的債權的時候 其實就是破壞 你國家的信用 對 那香港呢 現在所遭遇到的 就是在疫情期間呢 所留下來的 其實 2019年呢 是傷到了香港的信心 可是呢 有關於呢 在資本市場的信用 是香港的另外一個 一個問題 就是你香港政府 或者說今天大陸政府的信用 在資本市場的信用 以及呢 對於香港的社會體制的信心 這兩個東西 如果沒有回來的時候 香港要恢復一個比較活蹦亂跳 當然是有機會的 而且正在慢慢的恢復當中 但就看你時間呢 會多 那我要做我的結論 雖然我有講了這些問題 但這個問題呢 是對香港會經濟上會受到影響 但不至於崩潰 因為它底子太厚實了 對啊 為什麼底子太厚實 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到香港設公司是必要的 當然 全世界包括台商 韓商 日商 什麼中東商 你看阿布達比第一個跑到哪裡設單位 香港啊 對不對 所以 從大陸的觀點來講 要保護香港成為大陸的一個窗戶 不要整天想說我上來可以取代香港 我深圳可以取代香港 這兩碼子是 香港這是無可取代的 沒錯 這個香港人這件事情要非常有信心 大陸要領導注意這個事情 你現在要寧可維護香港 自己犧牲一點 你要去做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香港人自己自覺 你不是大陸的統治者 你不要老是高高在上 都是看大陸都是眼光往下看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要平視 做政策要平視 香港人心態要做很大的調整 這個 所以整個的香港 為什麼我確定他不會崩潰呢 看他香港匯率就好了 嗯 港元匯率很穩的不得了 是 匯率永遠是政治信用最好的風向球 你不要跟我講講這什麼有的 岸田文雄的我這樣看完 岸田文雄的民調支持度 跟日圓的匯率一樣 嗯 對啦就是香港 特別像對香港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自由市場 那我在我在幾天前 我在跟鳳欣呢在聊的時候 我在我在看香港 但我 我沒有你這麼多的這個金融 實務經驗 我只看兩件事 我說我的第一個就說 對 像香港2019年之後 他確實出現了一波的資金外逃 然後最近幾年呢 就是到亞洲 派克林的資金呢 大部分都都在新加坡 到到香港的 香港也還是有 但是比例呢真的差很多 對 這跟過去是不一樣 可是我的理解當中 我說 所有從香港到新加坡的資金 那些的資金或者是企業或者是人 他的核心的思考仍然是對著中國的 沒錯 否則他不會到新加坡去 因此他只要十幾點來了 他還是會會回來 他還是會回不到 新加坡到新加坡去 跟中國的關係就比較遠了 對 那你要透過新加坡做資金調度 除非你的資金跟中國關係不大 對 而且也沒有這麼的方便 第二個呢 就是我說當今天 當今天就是人民幣的國際化的 那個勢頭慢慢的上來 就是本幣交易呢 越來越普遍之後 香港的一個特殊的位置就出來 香港畢竟是海外人民幣 離岸人民幣交易的中 就是中心 這個是什麼 牛倫康 牛 過去美國人在談了 高深在談牛倫康的時候 其實仍然是大西洋時代的思考 所以他會談紐約 談倫敦 可是老實講大西洋時代 早就過了 來 紐約倫敦有他的優勢啦 因為畢竟他面對的是歐盟嘛 對 歐盟 歐盟整個GDP跟中國一樣大 都是17兆到18兆嘛 所以他有他存在的價值 但只要中國的經濟是在成長當中 香港沒有理由就沒有生意 沒有錯 所以說 但是生意的結構會改變 我講的就市面上的這種消費 這種觀光的收入會短少 香港要去檢討的嘛 香港跟大陸今年都有在在拼觀光的味道 對啦 大陸因為去年2023年呢 解嚴就是這個解封之後 解封之後2023年中國大陸的入境人數 我查了一下是8200多萬人 8200多萬當然是很多啊 就是說入境中國大陸的人的人數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數字比2019年入境中國 2019年入境中國大陸的人數是 1億4000多萬 所以其實呢還少了40% 中國大陸今年的在所有的觀光 你看 你什麼時候看到過習近平 習近平這樣一個國家領導人 特別去參加一些什麼 觀光旅遊的這些團團體 他們的會議 針對呢針對旅遊的 我旅遊業的講話 其實習近平今天光是光是針對旅遊業講話 對旅遊議題講話已經講過好幾波了 對 所以呢 其實如何讓你剛剛講的服務業的那 那種的那種的出口 能夠能能夠回回來 香港跟大陸呢都在都在做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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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